VBA部分的话大概可以分两个 我是建议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请你先把设定格式化先把它清除 然后复制一个 Ctrl 先按住拖拉 这个改成什么 VBA好了 另外再起一个 后面的话难度会瞬间暴增很多 尤其是这两个按钮 OK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年龄按下去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 前输入哪一年 2020好了 有没有 然后它会做什么 就是把这个日期 因为本来是想说完整 可是它说它那个斜线打错 干脆你输入年 然后我就直接把这个2020 加斜线1斜线1有没有 放到这个储存格 然后放了这个储存格之后 再把每个月的第一天完成 就跟我们刚刚做动作一样 然后再把每个月的下面天 全部也都完成 然后再做什么 做那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格式 有没有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年龄的话是一个 等于是把好几个动作全部串在一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程序 所以执行按确定 有没有 瞬间就完成了 OK 那有个清除 这个清除的话是实际上很简单 就把这边全部清空 如果清空的话我还要保留第一天 所以我先把第一天先存在一个地方 全部清空之后再把这一天放回去 所以这样清除又恢复了 OK 所以年龄2020 Enter 这样还蛮顺畅的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这两个 这个有点困难 难度蛮高的 OK 我们先把它还原 OK 然后日期格式 所以先讲上面这两个按钮好了 待会的话我看一下时间多来个期 再稍微带一下这两个按钮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个 尤其这个难度非常高 所以我怕我讲 有些同学可能会一时没办法完全听懂 没关系 你可以先酝酿着吧 OK 就像刚刚同学突然跟我讲说 他突然看懂了 那表示说你要需要一个酝酿的时间 OK 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像我自己学程式的历程 跟各位讲一下 我曾经为了解决过 因为最早我想要写那个 像也有很多文章 我想要做检索系统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写 我从刚开始想写 到最后我写出来 中间可能经过了两年到三年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写 一直想写 但是又没有人可以问 也没有人可以教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YouTube 所以怎么办 我就酝酿 然后有空的话 就跑图书馆 然后就跑书店 然后只要有看到类似的东西 我就把它记下来 如果有看到好像是答案的书 我就把它买回来 所以前前后后为了这本城市的书 至少买了十节后子本都有了 最后的话慢慢酝酿 终于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真的是有个酝酿期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我这样的 OK 我是觉得 我觉得是问题 我也许暂时不知道答案没关系 我可以先把它先留下来 然后有机会也许可以解决 但我觉得那时候学的方法 实在有点没效率 可以开课更好的方法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格式化 有没有按下去 格式化 按下去清楚 那这两个按钮的写法 一 一样先到什么 开发人员的Visual Basic 二的话写什么呢 帮我输入所谓的 这个格式化日期 public可以可以拿掉 格式化日期就这样 这边的话 其实你就输入什么sub 有没有 然后格式化日期Enter 这样就OK了 接下来的话程式如何撰写 其实这个原理原则也蛮简单的 反正你就跟他讲说 列有几列 蓝有几蓝 所以列我习惯是for i 等于什么呢 第二列到 所以打一个到 到三十二月 Enter两下打一个net 那因为这个地方 会多一个蓝 所以从1到12月 所以for j 习惯上你不能用for i 所以按个TAB键到里面 for j 所以大方就只蓝 OK 我的习惯 等于第一蓝 到第十二蓝 特别是你不能a蓝到l 不行 只接受数字 Enter两下打一个net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呢 如果 所以这边判断 如果它里面是礼拜六的话 帮我抵射 换成升率 先礼拜天好了 如果 如果 那什么 VPA 打一个v 点什么呢 里面有没有weekday 你会发现打一个 打一个W就出来了 也就是VPA 其实也有个weekday 那用法都一样 那把什么东西判断呢 其实如果你有sale 你有i跟追的话 后面你很简单sale i都点追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先抓这个储存格过来 再抓下一个 再抓下一个 意思可以推 也就是先抓一列 再抓下一列直到最后 就是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全部的意思 然后如果这个的结果等于多少 等于1的话 空一格 then OK 把什么呢 把我的底色 有没有 这个逻辑我想应该前面都写过 然后呢 底色的还记得吧 如果它这个 底色部分怎么写呢 就是这个储存格 sales 字的颜色是红的 所以 这怎么写 还记得吧 我先不要刮糊 F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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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 等于红色 RGB 刮糊多少 255 0.0 0.0 后刮糊一下 好 记得刮糊要把它再加上去 sales i就放过来 这样子OK 这个是字的颜色 有前面讲过 那这台底色的话 sales 点什么 底色的话 就i开头 intro color 在这里 intro 点color 如果要黄色的话 等于什么 RGB 好像讲过 红配绿 255 豆点255 豆点0 这样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黄色 然后一样把刮糊放过来 这样的话 理论上 就会把这个范围里面是礼拜天的帮我格式化 成这样子 这是礼拜天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你今天给的资料里面有是日期的话OK 他weekday可以判断 可是如果今天 假如他里面是空的 里面有空的 空的你丢给他 他会怎么样 试一下就知道了 会出错 什么错误呢 有没有 形态不符 为什么 因为你既然要让他判断weekday 但是你要给他一个正确日期 如果你没给他正确日期 他就出错 真错一下 你会发现 i是31 在这里 列的话 蓝是第二蓝 所以应该是这个储存格出错了 那怎么办 所以记得 你要先 假设要避开这个错误的话 你就是在外面再加一个 如果什么 那个储存格里面 一定要有资料 所以Sales IJ里面 假如 他什么情况下再判断 不等于空的 意思说他里面要有资料 如果等于空的就跳过了 空一个RAN 这有点像是进一个闸门 你没动 你走开 不等于你温度太高了 请你回去 或者我帮你打119 马上帮你送急诊 OK 所以 再来的话 最后一样有个END IF 所以END IF 在下面 建议是如果有两个的话 这边按下一层 按TAB 这样子 意思说如果他里面不是空的 那我才做下面的事情 但如果是空的那就不做 所以这个不做 他会出错 把这个箭头往上移动 让他判断一下 你会发现不等于空的 因为他这个储存格是空的 所以怎么办呢 他就跳过去了 有点像是你今天温度体温太高 你就不能进去了 挡起来 对不对 其实作用类似像这样 所以以后 如果你们遇到什么情况 你就见招拆招 设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问题就搞定了 其他的话把它执行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样的话 礼拜天部分 就全部搞定了 礼拜六怎么写 其实跟各位讲 礼拜天写完之后 礼拜六 礼拜六只要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贴到下一行就可以了 也不过这个把它往前移动 然后让它设成一样 最好当然你可以加个注解 比如说这个是礼拜六的话 礼拜天的话 你可以这是什么 这是日 假设好 你就打一个日 OK 然后这个 就打一个注解就对了 这个是六 反正就是 你就再增加一个注解 就是让自己也看得懂 OK 这礼拜六 好了 类似像这样 或者简单打压 或者你可以叙述一下 那这边记得把它改成 改成7 有没有 那这个颜色的话是深绿 那底色的话是浅绿 那你就改一下 那至于如果你假如不知道颜色的话 我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油漆筒 常用里面有没有油漆筒 其他色彩 深绿的话 这个 制定一下 它是什么 0 干脆取个整数 0100 好了 0100 0是深绿 那如果浅绿的话 浅绿是哪一个 随便点一下 这个好了 就是 干脆取整数好了 干脆这样 100 255 干脆100 好了 所以 0100 0是深绿 125 100 就是浅绿 所以其他你可以自己来调整 我只是大概取一个值 然后我就把这个数字填到哪里 填到这边就好 深绿应该多少 0 然后这边应该就100 OK 那浅绿的话 就是 100 反正前后都100就对了 那只有中间绿色的话 是全部 好 这样的话 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们来实行一下 礼拜六 礼拜天 所以礼拜六OK了 礼拜 礼拜天OK 礼拜六OK 其他也是一样 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 都可以全部射不同的 复制改 复制改 全部都不一样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就全部OK了 只是说颜色好像没有很漂亮 如果你要再浅一点的话 是不是 再浅 这个是底色吧 底色如果再浅一点的话 应该是 是不是要把它改 反正这个字自己再改一下 大概是这样的原理原则 如果还原的话 特别注意 还原就不用说 还要再写一个回圈 我是建议 如果还原 还原格式 你用range range的话 就是A2到L32 特别注意 还原就这个范围 range还记得吧 所以以后如果不是个别的 是全部一起的话 那你就把什么 字的颜色 phone color 有没有 这边的话 字的颜色 一样 phone.color 这个 等于什么呢 字颜色恢复成黑的 RGB 黑的是多少 0 0 0 全部都0 就黑的吧 然后intel color 变成没有 那这样就还原了 所以按一下执行 就全部还原了 所以最后做完的话就像这样 有没有 日期格式化 再加一个还原 就大功告成了 OK 当然你用程式来写 跟色定格式化条件来写的话 当然写程式的话弹性比较大 以后可以延伸 像我们要跟年曆一键完成 才有办法 其实年曆也是呼叫他而已 OK 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刚刚写好的程式 在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在第11页的地方 也有设定格式化条件 格式化日期的VBA程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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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i 感谢观看